欢迎来一起Focus在体育的最前线 全球关注的东京奥运 先来看看今天的金牌排行榜 好 善群今天的排行榜的顺序有变 中国大陆站上金牌排行榜第一 美国被挤到第三 第二名卡位的是日本 不过资深体育主播刘善群为我们点评 今天东京奥运赛事亮点 我们先从一个人物开始说去 那么如果事实成真的话 这也是东京奥运里面 比较破天荒的一次话题 善群 对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有谈到 美国的黑人体操选手麦尔斯 原本预期他可以拿五面金牌 但是因为这次表现不好 那昨天团体赛他也退赛 而在今天下午最大的新闻 就是他宣布退出个人的全能比赛 但是为什么呢 美国的最一说是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 但是美国的福斯新闻网指出呢 有消息人士透露他可能怀孕了 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新闻 如果是真的话 在这次奥运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话题 那我们也会持续追踪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呢 在比赛方面 我们要先来到游泳池 今天呢 在游泳池决出了 女子200公尺混合式的金牌 金牌的是谁呢 他就是在第一天为日本拿下 400公尺混合式金牌的 大桥游一这位选手 他在今天200公尺混合式的比赛呢 他跟上次比赛一样 一开始落后 而且他是由第二隧道 但是呢 最后的冲刺表现非常的杰出 后来居上 2分08秒52 为日本呢 在游泳项目再摘一面金牌 现在日本在游泳拿下的金牌 都是由大桥游一所获得 而且呢 大桥游一 他的奋斗过程非常的励志 他曾经在2015年呢 得过严重的贫血 那呢 在全国的比赛 连高中生游不过 后来是靠着药物的治疗 跟史料呢 慢慢才恢复 而且呢 他自己在比赛的时候呢 都会模拟在水中 如何抵抗水的阻力 所以他走路的姿势 有点奇怪 结果呢 在这次比赛呢 大家并不会看好他 结果他表现一名惊人 成为日本的国民女英雄 两面金牌到手 也因为他这面金牌 跟刚刚一位男子角力选手 又拿到了一面金牌 日本现在是以12面金牌 在整个金牌排行榜上呢 已经超越了中国大陆跟美国 现在是占据第一名 那看完了游泳比赛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把场地呢 转到了网球比赛 这次奥运会的网球比赛 最受瞩目的人物 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 塞尔维亚选手 Jokovic在这次比赛 今天的比赛呢 他是第三轮的比赛 可是呢 他这场比赛打完 隔了一场 又跟他的女同胞 Stoyanovich搭档 现在正在打双打比赛 混合双打比赛 混合双打比赛 第一盘呢 他们是领先的巴西选手 至于在单打比赛方面呢 他是以6比3 6比1 轻松地击败了 他的对手西班牙选手呢 现在已经是晋级到八强 但是他八强比较对手是日本好手紧直规 不过Yoković在这次奥运他最大的目的 就是希望拿下网球的金满冠 就是四大公开赛的冠军加上奥运的冠军 这在网球史上只有德国女将格拉夫拿过 在同一年 但是我们知道Yoković 他现在已经拿下了奥网 法网跟温网三的冠军 而且大满冠的冠军他已经有20座 如果先拿下奥运冠军 他先完成了生涯的网球金满冠 如果没网再拿冠军 就是真正的金满冠 所以对他来讲很重要 但是他更特别的一点 从这些照片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身价3450亿美金的 这是欧运身价排名第四高的运动员 结果他却是跟赛尔维亚队一起住在选手村 一起进行练习 所以他成了选手村里头的活生生的吉祥物 各国的选手都抢着 一起要跟他合照跟他请教 所以很多选手都把跟他合照 抛上了个人的IG 所以他是成为这次大会在选手村的吉祥物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好 我们看完了这两个 在这次的奥运金牌里面 富有传奇 同时带来力量的运动赛事冠军 那么现在已经奥运的赛事场 进行了这么多天 全台湾也都沉浸在奥运热当中 想起较善群 明天你个人的看点会是什么 明天的看点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台湾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棒球 那棒球的这次奥运的比赛 从今天开始 但是是在福岛的无机棒球场开打 日本队在开幕战 在第九局后来居上 是以4比3击败的多名名家 惊醒地赢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而这场比赛的裁判 是中华职棒的裁判 季华文先生 所以说也是创下一项记录 但是我今天要特别提到的是 明天B组的第一场比赛 B组的第一场比赛 是我们最想赢的球队 南韩队要出战 以色列队 为什么说很特别呢 南韩队呢 这次他们说是 他们是未免冠军 因为三次奥运会有棒球比赛 已经是2008年 北京奥运会的事了 那2012的伦敦 2016的李约 都没有棒球比赛 所以韩国说他们是未免军 这次呢 他们从韩国职棒组织精英 要来参加这次奥运会 希望能够未免成功 但是这场比赛呢 是在横滨的这个日本中央联盟 DNA的主场举行 但是他的对手是谁呢 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代表欧洲 但是以色列的成员 他们有八位成员 是由美国大联盟背景 跟资历的球员 所以这场比赛 对韩国来讲呢 是一点都不容易打的比赛 所以明天在B组的开幕战当中呢 韩国队跟以色列这场比赛呢 精彩可期 那在我们的选手方面呢 高尔夫的潘正从明天就要登场 另外在试定比赛 也都有一些赛程 请大家一起期待 非常谢谢善群今天的点评 尤其是对于运动员 个人反败为胜的人生经历 带给大家很大的激励 期待明天善群为我们继续 点评东京奥运的深入亮点 谢谢善群